我绑定了攻略系统 系统告诉我 攻略失败 我会被抹杀 我仰天长笑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于是我开始摆烂 离攻略对象远远的 主打的就是一个球抹杀 可没想到 攻略对象却疯了一般的接近我 正文开始 季同学 你要去食堂吃饭吗 我和你一起去 柳如烟又一次拦住了我的去路 看着他脸上甜甜的笑容 我在心中长叹了一口气 这个星期 他已经好几次出现在我面前了 明明一个星期之前 我们还是陌生人 不用了 我不吃晚饭 那怎么能行呢 季同学 不吃晚饭对身体不好哦 拒绝的话一出口 四周都传来了嬉气声 其实很正常 毕竟柳如烟在学校里的人气 向来居高不下 他是美术生 有着一张如同造物主精心打造的脸 火辣的身材 还有浑身上下生人物尽的气质 毕竟女追男阁曾杀 在他接近我的第一天 私底下 关于我和他关系的揣测 就层出不穷 所有人都在讨论 我能抵抗多长时间 然后被他拿下 一个星期 算是长久吧 可 我真的不想要和任何人有关联 否则 在绑定那个该死的破攻略系统的时候 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接近他 我没有再管柳如烟 而是慢悠悠地理着书包 顺便在心里叫醒了 那个沉睡之中的系统 一周前开始 他总是动不动陷入沉睡 也很少在我的耳边 叙叙叨叨地说着 让柳如烟爱上我的话了 主人 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任务还有多长时间才失败 我还有多久 才可以去死 系统坚默了一会儿 还有一个月 主人 一个月啊 哎 忍忍就过去了 我站起身 准备回到自己那个出租屋里 继续苟延残喘 却被柳如烟抓住了手腕 你做什么 和我去吃饭吧 季同学 你看 这么多人都看见我被拒绝 这已经是你拒绝我的第二十次了 我是个女孩 你也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吧 柳如烟看着我 眨了眨她的大眼睛 她确实生了一双很漂亮的眼睛 桃花眼的形状 笑起来的时候 会弯成好看的月牙形 眼睛下方的那颗黑质 看上去更添了几分风情 我听家里老人说 有类质的人 这辈子都会活得极其的痛苦 我的妈妈 也有这样一颗类质 哎 妈妈 我垂下了眼帘 看着她的鲜鲜玉手 握着手腕的位置 传来阵阵温热 是人体的正常温度 已经很久没人触碰过我了 我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了下来 太好了季同学 你总算是冰块融化了 说吧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请客 柳如烟说着 上来想要抓着我的手臂 却被我躲开了 她的神情有些压抑 我抿了抿嘴唇 没做解释 可走出教室的那一刻 我却见到了一个 不愿意见到的人 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几则成 他站在班级的后门 眼睛在人群之中 牢牢地锁定了我 这周末 一起回家吧 不用了 我不想和他做更多的牵扯 转身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离开 个 几则成的声音更加响亮 我下意识停下了脚步 是的 从妈妈离世的那一刻开始 这个家里 就已经没有我的家人了 几则成的声音 被嘈杂的人声吞没 我逆着人群 朝着外面走去 柳如烟没有再出声 我想 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 四月份的天在南方 已经不再寒冷 傍晚的阳光斜斜地 照在地面上 十几岁的年纪 大学里都是 青春洋溢的气息 与我格格不入的 生机与活力 刚刚那个是 你的弟弟 我记得 他叫几则成 柳如烟的声音 将我从自己的思绪之中唤醒 我转过身 看见他正一步一步地 踩在我的影子上 没有丝毫的偏移 叫我回头看向他 那双眼睛里 露出了潺潺笑意 看我干什么 你 怎么还在 不是你答应 跟我一起吃晚饭的吗 喂 几划打 你不会这么快就反悔了吧 柳如烟的眼睛里 充满着不敢置信 大步走上前来 拦住了我的去路 没 没有 没有就好 吓死我了 所以 记得成真的是你弟弟 你俩性格和长相都不一样 所有人都不会觉得 记得成是我的弟 他开朗阳光 面对所有人都是 像是春日里的池塘 而我 木讷阴暗 是潮湿的墙角 才会生长的绿色青苔 这样的我 和那样的几则成 同富一亩而已 怪不得呢 他看着有些假惺惺的 你不觉得他笑起来很假吗 我抬起头来 柳如烟站在我的面前 背后是即将夕阳西下的太阳 给他镀上了 一层挥之不去的金光 他的笑容很美 美得有些黄眼 我眯起了眼睛 从柳如烟的身边走过 是吗 没注意 我看人一向很准的 几同学 可我到底还是没能 与柳如烟 吃上这一顿晚饭 百年不曾主动 联系我一次的男人 竟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 几则成晕倒了 在医院 你是他哥 他和你在一个学校 你怎么不能替我看着他一点 几波打你什么时候 可以让我省点心 跟你那死掉的妈一个德性 男人的声音 透过手机 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破 我将手机拿远了一些 等到他只剩下了 粗重的喘气声 才敢重新贴上耳朵 嗯 我现在过来 挂掉电话 我就看见柳如烟脸上 惊讶的表情 莫名的 我竟然觉得有些难看 季同学 你不生气吗 什么 他这样骂你 你不生气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柳如烟的眼神 这样的充满着怒火 我歪了歪脑袋 摇了摇头 生气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情绪了 或者说 我已经很久 没有属于正常人应该有的情绪了 抱歉 这顿饭吃不了了 我得去医院一趟 与柳如烟擦肩而过的那一刻 他又一次拉住了我的手 我回过头去 对上了柳如烟认真而严肃的表情 有事情 一定要给我发消息 我点了点头 可只等到坐上了 出租车的那一刻 我才想起来 我好像 根本没有柳如烟的联系方式 我不喜欢医院 或者说是讨厌 我厌恶医院里 那难以消除的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 还有走廊上 那挥之不去的死亡的气息 所有的一切 都似乎在我沉甸的伤口上 再撒上一把烟 哥 你来了 几则诚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他的病床上 围绕着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妈妈 一个是他的父亲 哦 也是我父亲 你还知道呗 我还以为你心里早就已经没我这个罢了 他一边削着苹果 一边用余光看向我 那眼神之中是满满的怨队 可凭什么呢 我妈离世前的最后时刻 他也压根找不到人不是吗 好了 孩子刚回来 你少说两句 我答 累了吧 继母拉过我的手 带着我坐到了几则诚的病床边上 他与我妈 其实是有些相像的 妈妈刚刚去世没多久的时候 我甚至会恍惚地觉得 他仍旧在世 也怪不得那些人 说他是个好福气的 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就找到一个替代品 还有一个如此听话的好儿子 几博答 你板着一张 死脸给谁看呢 这么多年了我 供你吃给你穿 你还想怎样 我上辈子欠你的是不是 你以为我很容易吗 我有在任何地方亏欠你吗 几博答 我是你老子 我没欠你钱 你他妈的 要是还是这副态度 你以后就别回来 他说着 把手上的苹果 朝着我扔了过来 额头上传来被重物击打的疼痛 我的身体下意识地 朝着另外一边偏去 耳边是继母的惊呼声 还有几则诚的声音 可我的耳朵嗡嗡作响 根本听不清楚 我只能看见 他的嘴巴不断地一张一合 眉头紧皱着 手臂在空中胡乱地飞舞 像是被砧板粘住了的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苍蝇 真奇怪 这样的男人 竟然也曾经在妈妈的葬礼上 哭着说要一辈子对我好吗 那就一起去死啊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气中出现 那我们 一起去死好了 我想我大概是笑了出来 所以他看向我的眼神 才会如此的愤怒 啪 一个沉重的巴掌 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的视线落在了地面上 脸上是火辣辣的疼痛 你干什么呢 怎么能打孩子 伯达你没事吧 我是他爸 我还不能打他了 继母那张满是惊慌的脸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温热的手抚摸上我的脸庞 伯达 你没事吧 我抬起头看向他 这样一张丑陋的脸 我想要记在心里 然后等一个月之后 我可以告诉我的妈妈 你当年爱的那个男人 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如果你不是我爸就好了 我没有管病房内的鸡飞狗跳 静止走了出去 真倒霉 早知道就不来了 外面的天早就已经黑了 我坐在医院外的阶梯上 低着头 妈妈确认死亡的时候 也是这家医院 我坐在这儿 等着他加班结束 等着他来签署死亡通知单 我看见了一双板鞋 抬起头 是柳如烟 我突然想起 我是不是没给你联系方式 柳如烟额头上有着几滴汗珠 气息也并不稳 我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他偏过头去 擦了擦额头 不算太明亮的灯光之下 我看见他的脸上微微发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柳如烟非常自来熟地 坐在了我的身边 我听到你的电话了 然后问了很多同学 才知道 几泽成在这家医院里 柳如烟的身上 有着少女淡淡的兰花香 在春日里的晚风之中 让我的大脑清醒了一些 这样啊 现在没事了 你还要一起吃晚饭吗 他转过头来 眼神惊喜 真的吗 嗯 我觉得有些好笑 他竟然会为了一顿晚饭 开心成这副样子 柳如烟立刻跳了起来 季同学 说话算话 这附近有家不错的火锅店 我带你去吃 你也太瘦了 男生还是要多吃点才好看 我跟着柳如烟站起身 随手拍了拍自己的裤子 好我知道了 走吧 我和他走到了医院门口 却听见了几泽成的声音 转过身去 几泽成穿着一身病号服 一头黑色的短发 映衬着苍白的小脸 就连嘴唇也没有丝毫的颜色 他看着我 那双向来充满着快乐的眼睛 竟然也出现了痛苦 哥 对不起 其实这不是他的问题 他不需要和我道歉 但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要吃多了的缘故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而是愣愣地点了点头 几泽成朝我笑了笑 我转过身 跟着柳如烟离开了 不得不说 柳如烟是有点美食发掘机在身上的 这确实是我近几个月 吃到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除却因为吃药 而导致口味下降之外 没有丝毫的不妥 柳如烟怕我情绪不稳定 执意将我送到了出租屋的楼下 你为什么不住在学校啊 住校 我的脑海之中 出现了高中时候所有不好的经历 被扯烂的衣服 撕掉的作业 画花的与妈妈的照片 还有被那个男人压着的 被迫道歉的脑袋 我不喜欢集体活动 柳如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即又是那甜甜的笑容 为了监督你吃饭 几同学 以后每顿饭我都会拉上你一起吃的 他的裙摆被风微微吹起 飘逸的头发是健康的黑色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柳如烟疑惑地看着我 我抓着自己的衣服 抬起下巴 长袖的布料之下 是遍体鳞伤的皮肤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柳如烟 你为什么接近我 为什么 带着一束光 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他的眼睛很亮 亮得 似乎只能装下我一个人 柳如烟笑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 浅浅的梨窝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你看着我的时候 总是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吧 却又在最后一刻的时候离开 他走了 拐脚出的时候 却又转身 朝我挥了挥手 出租屋的空间很小 妈妈的照片 一直都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很干净 我每天都有擦拭 妈 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个女生吗 我认识她了 她 是个很不错的人 有些意外 晚上的我只吃了一片安眠药就睡着了 柳如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她确实如她所言的一般 每天都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 在她的督促之下 我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 胖了五斤 妈妈继日那天 是个雨天 天空如同破了一个大的漏洞 倾盆大雨 带着翻江倒海的气势扑面而来 江南进入了梅雨季节 我抱着一束结梗花 来到了妈妈的墓地 一如我所料的 妈妈的墓地前 一个人都没有 当年为了和她在一起 妈妈与自己的父母大吵了一架 直到离世之前 都没能和好 她的病来的急切 从查出病症到死亡 只留给了我短暂的一个月的时间 那一个月里 我不是在医院 便是在寺庙 妈妈是个信佛的人 我带着她的信仰 一步步地走上高山 跪倒在佛像之前 我求过往神明 若是有一点点的慈悲之心 请给予她活下去的希望 可是没有 她这样好的人 却还是形容枯搞得死去 妈 我来看你了 我都二十岁了 是不是和你越来越像了 我把那一束结梗花 放在了妈妈的墓前 这是她生前最喜欢的花束 雨水打在纯白色的花瓣上的时候 格外好看 墓碑前的泥土 因为雨水的冲刷变得泥泞 但却并没有阻止我做下去的动作 妈 你说说你 为什么走之前 偏要说让我长命百岁 害得我狗言 残喘到了今天 不过我绑定了一个系统 她说 让我攻略一个女孩 如果失败就会被抹杀 我想 可能一个月之后 我就能见到你了 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也不要躲着我 妈 都五年过去了 你怎么 从来不到我的梦里看看呢 她不会回答我说的话 只是那张照片上 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我答 我抬起了一些散面 看见了那个 让我妈爱了一辈子的男人 说来可笑 在她去世之后的一个星期之后 我甚至还找到过她 写给妈妈的情书 她说 无期亲戚 可一个月之后 她便带来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何其可悲 这伟大的爱情 你来做什么 我站起身 冷冷看着她 男人的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悲哀 今天是你妈的忌日 我来看看她 她的怀中抱着的 是一束菊花 我妈不喜欢菊花 二十多年的爱情 她从未了解过妈妈的喜好 只是可惜 我没有资格阻止她 给自己的王妻扫墓 我走过她的身边 准备眼不见心不烦 我答 你还要别扭到什么时候 你是希望我终身不娶 给你妈守寡吗 你的寂寞 难道对你不好吗 我的脚步停住了 她怎么敢 在妈妈的面前 说出如此堂而皇之的话 我转过身去 隔着秘密妈妈的语幕 看见了 她那张苍老的脸 我想不明白 你廉价的爱 让我感到作呕 她却说 如果我说 我的爱一直都在一个人身上呢 她到底还是这样的会说谎话 在婚之后 她的眼中便只能看见 几则成一个孩子 我的存在 给这个三口之家 蒙上了一层洗不去的阴影 她每次看向我的眼神 都如同在说 我是那个多余的人 妈妈住院的那段时间 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校园暴力 可她 只是因为对方的家长 是公司的高管 就丝毫不管原因的 让我低头认错 甚至 在妈妈死的那一天 都没有见到她的人影 哎 多么可笑的一件事 我没有搭理她 禁止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只是在楼下 见到了凌晨落汤鸡的柳如烟 你怎么不打伞 她穿着白色的短袖和牛仔裤 因为大雨 上一年在了身上 露出隐隐约约的腰部曲线 我还没有如何 她倒是先脸红了起来 我今天去找你吃饭 但是你同学说你请假了 我怕你有事 所以 我了然 妈妈的忌日 我的心情不太好 忘记和她说一声了 抱歉 今天去给我妈扫墓了 柳如烟的脸上出现了抱歉的神情 我不喜欢这样的表情 生死有命 不过是人之长情罢了 季同学 你还好吧 上去吧 会感冒的 我自觉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奇异 可往前走了两步回过头去 柳如烟却从脸红到了脖子 见我看她 更是无所适从 我露出了这段时间的第一个笑容 你在想什么 我只是怕你生病而已 你笑了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惊喜 我下意识地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曾经有人告诉过我 我笑起来不好看 季同学 你笑起来很好看 你应该多笑笑的 谢谢 柳如烟的脸上带着雨水 是春日里最为清爽的一阵风 乌云都无法抵挡的热脸 我让她跟我回了家 原本就不算大的空间 再多一个人 就显得更加逼色了 柳如烟有些局促地坐在椅子上 我给她拿了一块新的毛巾 屋外地雨打在玻璃上 发出清脆而尖锐的声音 你也是这个高中毕业的 她拿起了我与妈妈的合照 合照上的 我穿的还是高中时候的校服 你高中那个时候和你现在 还挺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我 拥有美好的家庭 没见过一点风雨 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诞的幼稚 是吗 可能是没展开吧 说不定那个时候 我们还见过呢 柳如烟笑着 将照片放下 开始认认真真地擦拭着湿透的头发 是见过的啊 柳如烟 一早在很久之前 就成为了我灰暗无光生活之中的一道光 那时妈妈刚刚去世 我带着满心的疲惫回到学校 却还要接受那刺耳的嘲笑声 被扔下楼的书包 破了脏水的校服 我都已经习惯了 唯独那一日 一个瘦弱却有力的身影 挡在了我面前 是柳如烟 同学 欺负人不好吗 那是柳如烟 在我的人生之中 留下的第一句话 我本以为也会是最后一句 几波打 没想到你一个大男生 年纪轻轻的 吃掉不少啊 从回忆之中脱身 柳如烟已经自来熟的 扒拉着我桌子上的药罐 安眠药 还有致抑郁症的药 柳如烟的动作停下了 她抬起头看向我 虽然这样说很不好 但现在的她 实在是像被主人遗弃的可怜小狗 怎么了 我还以为 你会很介意这件事情 柳如烟像是一个乖乖孩子般坐着 微微仰起头看着我 为什么要介意 我又没有杀人放火 柳如烟笑出了声 笑声很大 但并不刺耳 她站起身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几同学 你竟然莫名地坚强 坚强 我看她的眼神 如同在看一个怪物 自家里人得知我生病之后 我听到过了太多不一样的评价 可无非就是懦弱 脆弱 吃饱了撑着 这是第一次 有人用坚强形容我 她眼睛亮亮的 像是有着无边的星辰 敢于直面生活苦难的人 都很坚强 我在心中暗自反驳着她的话 不是的 我不敢面对生活里的苦难 我只是一个不断退缩 而逃避着的胆小鬼罢了 可如今 看着柳如烟 我竟然也萌生出了一丝面对的想法 或许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她 我们博达 是最坚强最勇敢的孩子 就算妈妈不在了 也一定会好好活下去的 对吗 妈妈 我用了五年的时间逃避现实 以为这样 她就会带着怒意 回到我的生命之中 可五年过去了 被困住的 只有我自己罢了 或许你说的对 雨声停了 屋外的天空一尘不染 天晴了 几同学 你确定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有些无奈 可柳如烟却满脸认真的看着我 我应该是没有和她说过家里的情况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是这样一副如灵大敌的表情 可以的 得到我的再三保证 柳如烟才 终于松开了 捏着我的手 我已经许久没有回家了 就连口袋里的钥匙 似乎都有些生锈 打开家门 意料之中的没有人 今天是几则城复查的日子 她向来身体不好 家里很干净 看得出来女主人的勤劳 我推开了原本属于妈妈的房间 如今 也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没有一丝一毫属于妈妈的气息 原来人死了之后 真的会失去所有的东西 可我的目光 却被角落里的一个小盒子吸引 这似乎 我在妈妈的手里见到过 那个时候 妈妈已经病入膏肓 见到我来 她立刻 把这个盒子藏了起来 她过世之后 我也曾经找过 却一无所获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看见她 像是被人所捕获一般 我打开了那个盒子 盒子的最顶端 是一封信 但让我感觉困惑的是 收信的人 竟然是继母 她和我的妈妈 认识吗 博达 你还是看见了 我回过头去 继母正站在门口看着我 她的眼神 极度的悲哀 看见什么 本能的 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甚至下意识地想要逃离 可继母阻止了我的动作 她因我坐到了餐桌边 替我泡上了一杯茶 茶杯里的茉莉花 呼上呼下地起伏着 而我在继母的讲述之中 终于明白了 一直以来困扰着我的问题 她告诉我 二十多年前 她与我妈妈 还有我父亲 其实是一起相识的 可那个时候相爱的人 是她与父亲 而妈妈的爱人 是父亲的兄长 后来 妈妈的爱人 为了救父亲而死 彼时她的肚子里 已经有了我 为了报答恩情 父亲选择 与妈妈结婚 至于继母 却一个人独自生下了几则城 直到后来 妈妈因病离世 他们二人才 终于可以在一起 妈妈临死之前 给她写了信 信中 将我托付给了她 妈妈说 离开爱人十余年 终可以再相见 唯独达达 是我割舍不下的执念 忘你 替我好生照顾她 莫让她 随我而去 就连我曾看见的那封情书 也不是出自父亲之手 而是妈妈当年的爱人 达达 你不要怪她 这些年 她过得也很苦 当年的事情 谁都不愿意看见 她对你的感情 太复杂了 我正正地 看着茶杯中的茉莉花 没有作答 是啊 能不复杂吗 如果不是因为 我的存在 她本可以 与自己的爱人掌相厮守 而不是娶一个 不爱的女人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存在 我的妈妈 本可以在痛苦之后 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如果不是因为我 如果 我不存在 我站起身 朝屋外走去 只觉得 双耳轰轰作响 听不真切任何声音 达达 她们 都是爱你的 可我这五年以来的恨意 又算是什么 如同一个笑话一般 如同我的人生 屋外 是阳光明媚的天气 可我的腿 却如同住了牵一般 难以行动 我只能拖着它们 一步步地往外挪动着 路人的欢笑 像是世界之外的声音 让我听不真切 我的手腕突然被人握住 一张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我的面前 眼神里面是满满的 担忧与慌乱 担忧什么 担忧我吗 可为什么要担心我 纪同学 纪同学 纪伯达 啊 是柳如烟 我眨了眨眼睛看向她 你找我有事吗 纪伯达你怎么了 你吓死我了 我叫了你一路 你都不理我 我怎么了 是啊 我怎么了呢 继母说的话一时之间 又进入了我的大脑 太阳穴如同被人用钻头 刺入一般的疼痛 我蹲下身去 捂住了自己的脑子 纪伯达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柳如烟抓住我的手 让我被迫抬起头看向她 那样精致而好看的五官 与我全然不同的生机与活力 柳如烟 我的生命 是一个错误 视线在这一刻变得模糊 连柳如烟的脸 在此刻都扭曲起来 我想我大概是要死了 鼻腔被不知名的物体粘住 我感觉不到空气的流通 胸腔内传来剧烈的疼痛 我的手脚不自觉地颤抖 好冷啊 四月的天 冷得我发抖 纪伯达 你的生命在我这儿 比任何人的都要尊贵 下一秒 我的身体传来了 突如其来的温暖 柳如烟的双手紧紧地 搂着我的腰 她身上带有少女的兰花味道 塞满了我的鼻腔 我能听到 柳如烟的心跳声 在我的耳边回响 一下又一下 直到最后 与我的心跳声重合 柳如烟 嗯 她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 沉闷的 沉重的 柳如烟 我们走吧 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我抬头看着天空 那是一轮没有温度的红日 好 我抱着她 抱得很紧 我想 我不会再被人扔开了 是吧 妈妈 我和柳如烟私奔了 说是私奔 似乎也并不是非常准确 只不过是借着五一的假期 去了一直想去的拉萨 柳如烟告诉我 拉萨会帮我实现一切 我想要实现的愿望 站在雪山之上的那一刻 我想 她说的是真的 我的愿望 没有被神明听见 也没有被佛祖了解 却传到了柳如烟的心中 从拉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我突如其来的想要看一看日出 我找到了柳如烟 她的房间并没有关紧 系统 我这样算成功了吗 你答应我的奖励 是不是应该给我了啊 说话 我还等着给我妈治病吗 几波达是爱上我了 对吧 这一刻 我只觉得自己的手脚都在发软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这几句话意味着什么 系统 奖励 是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 她竟然也是攻略者 怪不得 突如其来的接近 毫无缘由的爱意 永远不离的真情 怎么会有人愿意接近这样的我 去一边的的攻略 去一边的爱 全都是假的 没有人听见我的愿望 没有 南 南西 柳如烟推开了房门 她的神情从看见我的欣喜 成为了惊慌 你听见了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 只是倒退了一步 我答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说 我从前觉得 小说和电视剧里的不听解释 都是矫情 但直到了这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有些事情 确实不需要解释 解释可以改变什么吗 什么都不行 她带着不怀好意的目的接近我 然后让我爱上她 之后呢 离我而去吗 真是可笑至极 不是的 柏达 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听到她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只是嘲讽地笑了笑 突如其来的铃声 打破了对峙的寂静 是继母 我犹豫着 到底还是接通了 喂 柏达 你快回来 你弟弟她 她确诊了白血病 经过跋山涉水 站在医院门口的那一刻 我自己心中都觉得离谱 可没有办法 那可是几则成啊 那可是 在我生病的时候 照顾过我的几则成啊 所以 你跟我来做什么 我看向身边的柳如烟 她的脸色很差 但还是朝我笑了笑 博达就当我想要补偿你吧 随你吧 柳如烟的脸色也很差 但更差的是 继母和父亲 见我来 继母勉强地笑着看着我 你来了 博达 哥 几则成永远都是这样 哪怕病魔缠身 她让所有人都出去 唯独留下来我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她 哥 你已经知道了 是吗 嗯 她的笑容带着秘密被发现的解脱 那就好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很早之前 无意间听到了爸妈的谈话 哥 你说生活是不是比小说有意思得多 确实 几则成没有在说话 只是那样安静地看着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她了 在那段时光之中 我固执地认为 几则成也是我需要记恨的对象 我固执地觉得 是她抢走了父亲对我的关爱 却没想到 原来是我 抢走了她的父亲 你恨过我吗 什么 如果不是我 你应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几则成笑了 柔柔弱弱的 身体与病床几乎融为一体 为什么要恨你 如果不是她 你也会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不是吗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 都容不得别人拒绝 充满着不确定性 有些故事的开头 或许是阴差阳错 但至少结局是好的 我很高兴 有你这样一个哥哥 几则成刚到家的时候 总是在角落里 小心翼翼地看我 像是受惊恶的小老鼠 到了后来 她开始慢慢地 入侵我的生活 不管我对她是如何的恶言相向 她从来没有埋怨过 只是那样温柔地看着我 为什么是几则成生了这样的病 该得病的人 应该是我才对 还好不是你 如果是你的话 恐怕连治疗的机会 都不会给我们 她朝我伸出手 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早就已经哭了 几则成 为什么不讨厌我 你那么讨厌你自己 可这个世界上 总归该有人爱你吧 这一刻我反应了过来 我不希望几则成死去 我是这样的恐惧 她的死亡和离开 大概是因为 我不想再接受任何爱我的人 离开我的生命了 几则成说得很对 生活远比小说更加的匪夷所思 我和她的匹配成功了 打完麻药 躺在手术床上的那一刻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妈妈 想到了非常久远的时候 那会儿的我只有小雪 缠着妈妈 问着她和父亲的恋爱故事 妈妈总是会一边摘菜 一边耐心地和我讲述 一遍又一遍 带着满心满眼的爱意 那个时候的她 又是用如何的心情 去怀念自己是去已久的爱人 人们常说 当爱意消退的时候 徒留下恨意 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我不知道应该恨谁 于是将这一份恨意 留给了自己 等我清醒 已经在病房内了 柳如烟坐在我的身边 似乎是睡着了 她握着我的一只手 乌黑的长发 碰到了 我满是刀痕的手臂 有些发痒 我动了动 柳如烟立刻抬了头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她的嘴唇如动着 最后只是轻声说了句抱歉 几则称 她怎么样了 还在昏迷 但医生说 手术很成功 那就好 我不再看她 扭头看向了窗外 外面的阳光正好 江南的梅雨季节 似乎已经过去 天空是透着亮的天蓝色 目光落在床边柜子上 那一盆切好的苹果上 继母总说 一天一个苹果 病痛远离我 我没忍住 轻笑出声 柳如烟 你妈妈 怎么了 我看向她 她那双总是发着光的眼睛 此时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雾气 隐隐绰绰的 有着我的倒影 她 她生病了 还在接受治疗 或许是因为 柳如烟平日里表现出来的样子 过于的热疹而充满活力 我总觉得这样的她 应该是活在快乐和幸福之中的 但似乎悲痛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 如烟 你接近我 是为了攻略我吗 她的手覆盖在我的手臂上 只副妈撒着我 手臂上的疤痕 柳如烟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 伯达 我不想骗你 接近你 确实是因为攻略 可留在你身边 不是 你是这样好的一个人 无论表现得有多么冷漠 我都能 从你的身上 感知到坚强与勇敢 伯达 我不止一次的感谢过 还好那个人是你 我很少听到柳如烟用这样的口吻说话 让我有意识之间的愣神 她曾是我眼里闪闪发光的天使 降临到我身边 照亮了黑暗与冬日 我没有想过 这样糟糕的我 原来在她的眼中 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柳如烟的手心很温暖 比春日还温暖 如烟 等攻略结束 你还愿意 再来一次吗 她抬头看向我 眼眶泛着红 愿意的 伯达 我愿意的 我曾听人说 爱是治愈一切病症的良方 她那么难得 可哪怕是飞蛾扑火 我也是想试一试的 全文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